五年不光是你爱她 她对你好吗 好 毕业了以后 她就放弃了在北京 发展的机会 她选择爱情 跟我一起回到哈尔滨市 她都没有去 眼神别老 朝那边 董伟不在那边 朝正前方自然地说话 他当 因为对人有交流 没交流没意思 你就对着我交流吧 行吧 胡老师你觉得 你觉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放弃了爱情 我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有这样一个男人 不是 这样的一个女人 放弃自己的事业 选择爱情 你觉得你会不会选择她 我老婆就是这样的 她说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家 那我们两个请投合 我已经和谐美满了 你还代词归忠呢 那所以今天你帮我说什么 咱俩都有共同的经历吗 所以你要听我的话 行 她这么好 为什么不娶你呢 我也不知道 她一直用跟我说 再等我两年 再等我两年 等我有房友春了以后再娶你 我告诉你 她这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毕业当时我第一次向她求婚嘛 她就说 等等等等 等我找到工作以后在一起 找到工作了以后呢 跟我说实习了以后在一起 实习完了以后告诉我实际期满 实际期满以后告诉我升职 升职完了以后告诉我有房友车 我现在就不行了 我就要激眼了 我今天必须结婚 我就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今天必须告诉她 要不然分手 要不然结婚 这姑娘性子虽然是心识口快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这种样子真的会吓人的 你想一个女人 求她一次婚拒绝 求她二次婚拒绝 求她三次婚还拒绝 你觉得最后这女的不避风 避成啥样 我再等两年我就快三十了 我还等了什么呀 男人三十一只花 女人都有三十豆腐章 自己不清楚吗 我问一下 你们双方父母 有没有促成这个婚事 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同意 就她那哥那不知声 就告诉我 等我到了一万块钱 还贷款了再说 而且我俩平时都不吵架 一谈结婚就干 一谈结婚就干 干价就 那我问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有别的追求者吗 有啊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你不要不算嫁不出去的人吗 你每句话都会噎死人是吗 你是要噎死谁是吗 没有 那董伟跟你的追求者当中相比 他到底哪点好呢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在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他还不娶我的话 那有可能是他真的不爱我了 我其实我特别害怕一点 姑娘 你表面上非常的强势 但我害怕 万一这小子一出来说 又不跟你结婚 你立马就贪了 就你这种人内心往往特别脆弱 你说女生追男生 如果追得太过火的话 就会把男生吓跑 你给他金山银山都是火山 你对他掏心掏肺都是白费 容易受伤就是你这类型 如果有人对你掏心掏肺 你就会马上掏心掏肺 可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你有一些冷淡 你马上就受到伤害 因为我支持你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交代 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么就是黑 要么就是白 要么就结婚 要么就分手 人生有多少个25岁 等两年 等两年 等着等着等着 真的就大了 我觉得B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前提下 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他为什么要给你房子 车子 票子呢 因为他要从你的眼光里头 看到你对他的崇拜 他给我这些物质保障 我不幸福 我得到他的人我才是幸福 我拿到那张结婚证 我才是幸福 那张纸真的是那么 重要 重要 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分呀 这张纸非常重要 要比房子车子钻戒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承诺都重要 但如果因为你拿这张纸的话 马上过一段时间 你们互相搭的话 那又会有另外一张纸出来 如果我要是这个男人的话 我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来 但是娶不娶你呢 就不一定了 不啊 他只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他不出来的话 这样的压力的话 我就会反抗 我就宁愿说 好吧 那我也不娶你 你又怎样 真上来求婚的时候 你稍稍地控制一下你的节奏 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 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 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 婚是你自己求 结果你自己承受 我们都不是董伟 站到开启告白这门 那你见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 我觉得 我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他 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 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的呢 我想 我想到这一步了 嗯 你也想到过这一步 真难得鼓个掌 他还有理性的思考 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 准备好了 我们开门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你愿意娶我了是吗 我爱你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没没没没 包括你 有可能之前 其实刚刚图老师告诉我那些话 我已经往心里去了 对不起啊 但是你今天不要再拒绝我了 佳佳佳 佳佳 谢谢你这一些年 对我做的这些 本来求婚这事吧 应该 应该我这大男的做的 但是每回都是你跟我求 我爱你 佳佳 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爱的爱到 可以再次拥抱 就像手拥抱 打开第四的连环 每一个桥门具体会感动 属于你我 眼前的每一面 我希望今天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订婚 然后两年以后 我送给你一个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婚礼 这一生最美的梦啊 有你陪伴我同窗天涯 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 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的 我愿把一切都放下 对你幸福的场 如果两年之后 你还爱着他 不管你有多么穷困 你哪怕是只能发得起一颗喜糖 请不起我吃顿饭 我一定去 谢谢你 图老师 好吗 而且 我还送红包 我不光免费 我还送红包 到时候您一定要做我们的生婚人 我要真切地告诉你 真正的爱和婚姻真的不在行事感 而在心里 好吧 好 谢谢你 图老师 看着挺爱眼的直接抱走 自己起研了吧 抱走 虽然想念五年的家家和端尾最拽定婚 但是我们希望家家的强势 懂为物质方面的顾虑 不要成为两人婚姻中的羁绊 祝福他骂人 两年后能顺利完婚 美满幸福 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在一起了 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婚姻真正的含义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携手走向爱情 那叫情投意合 两个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合 欢迎订阅